那我們今天要看的影片呢 影片 誰在我腦海裡面打字打錯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嘎哈老師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啦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影片呢 是去年非常火紅的動畫 鬼滅之刃的主題曲 那這首歌叫做紅蓮華 是由日本歌手Lisa所演唱的 那我自己其實第一季已經整個看完了 而且我還追到漫畫去了這樣子 雖然漫畫還沒有看完 但是我自己現在又在刷第二遍了 我個人真的蠻喜歡這部動畫 網路上好像有人說就是頭過身就過 我自己也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第一集會稍微比較悶一點 但後面就會非常非常好看 我還是不要爆雷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話不多說 就直接來看一下這個動畫片頭曲吧 Let's go 好的那我們今天要看的版本呢 不是動畫的那個片頭的版本 是一個錄音式的版本 所以它的配樂會稍微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有點不插電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一起聽聽看吧 手心的字幕 繼續從說到看 欸 什麼 時間 YOUR 不是 掴みたいものがある それだけさ 夜の匂いに それになんでも 変わっていけるのは 自分自身だけ それだけさ OK 先到這邊 前面的話呢 我自己其實剛好這兩天 又再重新複習了一下這個第一季的部分 有特別聽了一下他的片頭曲 我覺得他在這邊的唱法跟片頭曲也不太一樣 就是片頭曲呢 他的音色的變化會再更多一點這樣子 那比方說像開頭他唱 的唱法會稍微多了一點點 這樣子的感覺 但他唱到後面呢 又會多了一點比較厚的聲音 比方說 然後這邊 會有一點點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 這邊他聲音就變厚了 在動畫的版本也是一樣 但是動畫的聲音的音色變化 又再更明顯一點 然後呢 他的聲音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啊 比方說 這個最高音呢 是來到女生的渾身區 所以其實要在這個高音上 拉長音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後面其實也滿高的 這邊已經最高音來到了 C5了 所以這一句基本上幾乎全部都是渾身區 然後他的聲音是非常紮實 然後而且這邊速度又有點快 他的咬字又非常清楚 而且他的聲音是非常亮的 所以代表他聲帶筆也是非常好的 只不過呢 在後面呢還是要說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呢 如果可以不要那麼鬆的話 可能對他來說可能會再更好控制一點 如果你們自己有想要翻唱這首歌的話 也會建議就是這幾個高音的地方 不要唱那麼虛 就是輕輕唱就好這樣子 然後還有後面這邊 有點太鬆了這樣 我覺得剛這樣子聽覺得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動畫片頭的畫面一直出現這樣子 然後就 就一直忍不住笑出來這樣子 有點難對在一起 好我們往下聽 好 世界裡打敗了 負責的意見 紅蓮的花佑 祀祈誇了 運命を照らして 啊!他最後一句跟動畫版唱的不太一樣 照らしたえ 就是動畫版是高的 然後他直接講八度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剛剛整頓就是 喔喔! 就是他在唱了 混勝區或混勝區 語上的這個音域的唱法呢 是非常習慣 就是唱得好球帶偏下的 就是一個非常紮實的聲音 然後就 我剛剛突然 就被他影響了 因為你可以聽得出來 他其實在唱剛剛這一段 副歌的地方的時候 他會就是加了一點點的滾吼音在裡面 大概有三次吧 然後這個也是動畫版沒有的東西 我覺得蠻有趣的 找出來給大家聽一下喔 你們 No! 才有一點點 都沒有那麼明顯 這邊 No! 一點點 這一個就比較明顯的滾吼這樣 所以基本上還是可以聽得出來 所以雖然我對他的認識 其實是從 就鬼滅之日的片頭去開始 但是看這個版本的 紅蓮華就會知道 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歌手 就是他有非常多歌聲的技巧這樣子 就我剛剛有說 他前面的時候 那有一些高音會唱得比較虛 但是剛剛那個 反正在高上去一點的高音 他就有抓到一個比較好的唱法 比較不會那麼虛 就是在這個地方 紅蓮的花 這個地方是 反而是比前面那個 有一點點虛調的高音 還更好的唱法 可以聽得出來 他會覺得比較有掌握度的一個音色 好 我們再最後來看一下 他這邊的唱到了幾多高 基本上現在已經到了第五囉 像他這個地方 鬆掉的地方其實他剛剛 是同一個音高 都是低舞 但他前面是扎實 這邊是鬆開來的 最高音到的 G 舞 非常高 這邊是 G 舞喔 ok 好 所以除了那個 那個地方是到 G 舞 基本上他最高音都是在低舞左右 就是超過女生的混身區的頭身區 然後他都是唱得比較扎實 也就是好笑在偏下的聲音 所以像這種動畫 通常這種片頭曲都會唱得比較熱血 那如果你要唱比較熱血的聲音 就是要唱好笑在偏下的聲音 大概就是這樣 我猜後半部大概就是很開心的把它聽完這樣 好 我們來把其他的聽完囉 噢 他的聲音變化好多喔 啊 守れないものがある 分かってるけど 水面下でかまる千億 透けて見える気前にてます Tell me what Tell me what Tell me what I don't nee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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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一段完全沒有聽過 動畫版好像沒有 基本上他就是還是一個聲音非常好的 那只是說 在唱日文裡面的時候 他的咬字 比起中文來說 咬字會稍微開一點 嘴巴會稍微裂一點 那如果你們自己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有覺得稍微比較難唱的話 我們可以對一些小技巧 就是手腳稍微修一點 比方說 那通常你嘴角一拉開來 尤其在高音的時候會覺得特別難唱 把帽子上踢喔 好熱氣喔 天啊 動音唱真好 嗯 抖音唱真好 我覺得他剛剛那一段應該也是在動畫片頭沒有出現過的片段 我自己觀察到他在唱那一段的時候呢 有一點點咬牙切齒的感覺 但因為我日文不是很懂 所以我不知道他那邊歌詞是什麼 但我覺得他有營造出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感覺 但如果你們知道那一段歌詞是什麼 麻煩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為什麼他會做這樣的詮釋好不好 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一個經驗非常豐富的歌手 就是他會很知道怎麼樣去用他的聲音去表現 就是不同的情緒這樣子 然後前面呢 你還是可以聽到他的高音是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一個紮實而且非常有穿透力 然後高音基本上都可以唱得蠻高 然後就是會被他一直 喔哇這樣子的 哈哈 然後又一直有滾後音 好那麼往下囉 好 有趣的是他這個拉的長音呢 其實只有到低五而已 其實對女人來說不高 可是因為他選的音色是非常好 就在偏非常下 就是一個非常紮實的音色 所以他剛這樣唱的時候 就覺得他好像在唱得很高的音 但沒有 但我覺得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把一個沒有很高的 聽起來非常的有張力 這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在剛剛那一段 就是我說他有咬牙切齒的這一段 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幫學生上課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他們覺得說唱歌的時候 他們不習慣把下巴要打開這件事情 那可能要請把他們把下巴打開的時候 他會覺得好像這樣不會很誇張嗎 不會覺得很不自然嗎 但你可以觀察他那一段 基本上他的下巴是開得非常開的 可是他唱歌看起來是非常自然 而且又非常好聽的 就是小補充一下這樣子 看一下 就是會有點咬牙切齒這樣子 那後面下巴就打開了 開了開了 這邊 再縮下 開了開了 下巴開了 下巴開了 運命を照らして 運命を照らして 好爽啊 聽完就覺得喜歡一個動畫 我不會再去把詞曲再拿出來聽什麼之類的 但因為這個鬼片真的太紅了 然後我沒有想到這個原唱 原來真的是這麼會唱的一個歌手 我自己有點嚇到 就是真的是 不管他這個影片他後音樂聲音還沒有再後製過 但他的基本能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厲害 那我覺得最後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如果你自己要練這首歌的話 你可以怎麼練 第一個就是剛剛說的 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記得可以的話下巴稍微開一點 因為唱日文歌他們的阿耶一歐嗚 基本上都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大部分我看過的日文歌手 他們的咬字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日文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又想唱這首歌 他記得就是母音全部都要開很開 然後就是把這些咬字都區分清楚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 這首歌它有非常多 欸的母音 再加上這首歌又非常的 需要唱雜舌的聲音才會有那個氣勢 所以可以建議大家用 內這個字 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是唸 但這首歌呢 你可以用 這個字 這個字會比 這個字稍微再更扎實一點 但同時 它的難度也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字會有難度的話 可以稍微先唸 內 然後再唸 然後再唸 就唱到 這個字 會讓你的聲音再更扎實一點點 最後一個就是他有一些比較跳比較高的高音那些地方 可以的話唱輕就好不要唱到整個鬆開來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唱鬆開來的話 聲音會比較難控制一點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論壇就差不多到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呢練習生還持續了招募中 那我們現在練習生制度有一些些的改變了 現在會有一個入學考試 那我們現在進入練習生制度呢 給大家的東西也會更完善了這樣子 可以的話呢就來考這個入學考試 早早的考進我們練習生對你的歌手生涯 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準備 因為我們二月的時候呢 就會公告我們最新的資源給大家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事情想要詢問我們的話 可以先加入我們LINE 先把你的問題打出來 我們一定會慢慢的吐出來就是回復大家這樣子 小LINE吐一下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要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影片 可以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每個禮拜二晚上九點都要到新的影片 另外我們每個禮拜二晚上九點滿可以直播唱歌哦 最後也不要忘了按讚我們Facebook 追蹤IG加入我的LINE哦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非常的電視主題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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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鐘